主角以大家全谋生 失手干掉了对手 老板生气派人干掉主角的妻子和房东 主角打算跳轨自尽 却发现女孩被黑帮追赶 主角把黑帮混混打倒 原来女孩只有8岁 能算出金库的动态密码 黑警找上门 主角把黑警打倒 女孩却被黑帮掳走 从黑警口中得知 这是市长用追证勒索黑老大的钱 市长秘书已经把黑帮混混干掉 抓到了女孩 主角以市长做威胁 和秘书交换人质 双方扔掉墙 准备公平决斗 女孩趁机捡起墙 把秘书干掉 最后把资金还给老大 把罪证备份 和小女孩重新生活 业余人士意外发现地球危机 却没人相信 而官员隐瞒情况 偷偷建造庇护所 提前向妇人和政要出售门票 主角对妻子离异 却得知了危机 夜场地震开始出现 天灾越发严重无法隐瞒 引发社会暴乱 主角立马带家人逃走 即使在灾难里面前离开 趁乱抢来的飞机 离开即将毁灭的城市 接连火山爆发 建筑物崩坏 信徒偷身败佛 主角一家来到壁湖飞船 海啸来袭 咱们开始关闭 最后的门却出现故障 骑着安全的以后 主角冒险将故障修理好 在最后一颗全身的腿 安全躲过海啸冲击 最后拯救了幸存的人类